欢迎收听收看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宗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营记录照顾 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议题的整理 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了解到这一系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要再去关注的议题 我们不是只有看热闹 还能够看门道 欢迎大家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并且能够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跟Podcast频道来持续的支持我们 做出更多更好的报道跟节目 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 我们访问的设置导致就会的 发言人李华平 其实对华平的认识 大部分我几乎都是从媒体的报道 包括公库的报道 或者是在一些抗争相关事件里的报道 我这三年多来 我看到这样的一个发言人 其实是一个非常 让人家觉得非常讶异的 这个人其实就是一个普通人 可是这个普通人为什么会站出来抗争 那这个抗争其实又有一个 更有趣的一个问题 就是在设置导当中其实有人支持开发 有人反对开发 那作为一个抗争者 甚至是一个女性的抗争者 一个发言人 她面对到这种不同立场 不同意见的时候 她该怎么办 那素人参与抗争 她有专业的知识跟专业的能力吗 在这样的一个抗争的过程当中 要面临到很多资源的整合 要面临到官员 要面临到警察 要该如何的去面对呢 所以李华平的这样一个历程 其实让我充满的好奇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再一次的访问李华平 来谈谈李华平的抗争者 李华平你好 大家好 我是市值导致就会发言人李华平 老师好 其实我们上一次的节目 是第一次跟华平见面 这个见面当然也是在网路上面见面 不过我常常会在公库的报导 或是媒体的报导 或者是在一些粉专的讨论上面 会看到华平的留言 或者是也会去观察到 这个华平的这样一个 一些行动 那当然我们比较长期关心 社运的人都会觉得 有些社运其实 有些大事学者专家 或是NGO的这些人 是他们会很努力的在做 这种所谓的社会倡议 社会感觉 或者是做某种的对于政策的反对 但是会有另外一群人 其实就像华平这样子 例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像 万宝的红箱啊 或者是像这个很多不同地区的 特别是所谓的被迫迁户啦 或者是这种土地征收被征收户 其实你会看到他们一个一个站出来 那所以我就看到华平的这个声音 我其实是有一点点 哇这个女生好厉害 就是在媒体面前可以侃侃而谈 然后逻辑非常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们这一集在上市访问完 都我们想说我们再来一集专门来做这个人物的专访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会请华平多谈一些 他自己在参与这个社会运动的这个经验 我记得上次华平有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你们收到通知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是告诉你们说 我们要去断征收 然后要来做安置 那当时你当下的那个反应是什么啊 你当下的反应就是我要出来当发言人吗 还是你说我天哪怎么办 有点慌张 你那时候一开始的反应是什么 我那时候是觉得说 怎么会是到要拆我们房子的时候 才通知居民这件事情 那时候是有点惊慌失措 觉得我的天都快塌下来了 家是这么重要的地方 怎么可以让政府说要拆就拆 而且这是私人土地私人的房子 居民这个民主国家 居民百姓是要有说付的权利 然后那个时候我当下是很难过啦 那当我的女儿她就收到的时候 因为那是拆迁安置听证会嘛 草案说明会 要开听证会 那要选25位发言代表 那我想就说 妈妈我觉得我应该要站出来 我说他要干什么 他说我们要表达意见啊 我要代表居民表达意见啊 所以他就跟我们说他想要选发言代表 那当然我跟他爸爸 还有就是阿公阿妈也都是家族的成员 都非常的支持他啦 因为毕竟小孩子蛮勇敢的啦 然后在这个选听证发言代表的时候 他们必须要上台去做一个 就是类似证件之类的 就说到一段话 很让我感动 他说我虽然年纪轻 那我今天站出来选听证会代表 那我自己是有屋有地 我们家族是有屋有地 那我们也不是只帮我们自己讲话 不管今天你是有屋有地 有地无屋或者无五地 我们都必须帮这些人讲话 让声音传递出去 让市政府的人知道 所以请大家给我这个机会 那个选听证会代表 这样他也很顺利的当选嘛 那当然因为他这一段话 那我觉得说我在现场很感动 我觉得说还是长大了 他认为说很多人传统社会 就是很多人都是政府说怎么样 我们就点点啊 然后所以就逆来顺受 会造成很多的不正义的事情 因为他认为我们设置岛这件事情 它就是一个居住不正义的事情 这主要是居住正义 所以他必须要站出来发言 那他也很顺利的 就是发言完了之后嘛 那我要讲说 我我是一个素人 我从来没有想到说 我会出来当自救会的发言人 这一件事情 那他后来就是听证会 结束的隔一个礼拜 就是108年5月2号的时候 甚至老佑 那个时候很密集的开会 一个礼拜开一支会 非常非常的密集 然后那场会议的是开 剃除区段征收草案说明会 这个会议总共只开一场 然后呢我女儿就跟我讲一句话 她说妈妈我不能在这个会议出现 我说为什么 这个我要讲到这个政府 这个会议通知单 怎么记得这件事情 这么多不正义 他这个开会通知单 总共只记得25位发言代表 大家会不会听得觉得很不可思议啊 四字岛一万多居民 你今天要开那个剃除区段征收的草案送明会 结果你的会议通知 当然你没有通知大家 你只通知25位发言代表 即兴通知 所以我孩子跟我说他不能出去 他不能参加这场会议 因为他认为他参加这出席这场会议 他就是帮市政府背赎 所以他就跟我说 哇很有概念 他这样跟我说 那因为他跟我讲这句话了嘛 然后我就想说 好那我就把我自己想讲的话 我就在那场会议当中说出来 那因为他也限制三分钟 我从来没有在那种会议什么 会议限制三分钟这种会议出现过 那是那一场会议是第一次 在正式会议当中出现 那我不知道是我当天的发言 我发言完了之后 我说好啊那既然居民 今天那个市政府的局处首场 最大的官员李先生都出现了 那我们居民 我们应该要大声勇敢的 说出我们的诉求 所以我就 因为那时候这次导致 就会已经成立了 他们已经成立 那时候刚刚成立 第一场出现的抗议 就是在这场会议当中 那我还不是他们的成员 然后呢我就说 他们已经有写收局牌了嘛 解除境界反对区断认收 我就带着他们喊这个口号 因为我的认同 我非常认同自救会的诉求 所以我就带大家喊了以后 结果这场会议结束之后 居民就觉得说 那个女的是谁啊 她讲的话都是我们要讲的话 去把她电话抄下来 居民不认识我 因为我就是一个上班族 每天就是早早的出门 晚晚的下班回家 我基本上除了假日以外 我基本上平日不会再 甚至到抛头露面 但是因为当天出席的 我先生有出席 那大家都认识我先生 然后一直看到 我跟我先生讲话 离开的时候 也是我跟先生离开嘛 所以那时候 居民就知道 我是他太太 然后就亲自到我们家 来就是说 我们这就会成立了 但是有个位置 就是要发言人 我们把这个位置留给你 对我的位置就是 我就是那个时候 就莫名其妙的当了 那个自救会发言人这样子 然后原本想说 因为他们跟我说 我们接下来规划 六月要连续出去 三场的抗议 然后他们就跟我讲 然后你就主持这个会议啊 抗议的会议这样子 哦好好好 就这样 没有胆子 没有经验 这样子跟着大家 一路走到现在啊 很辛苦 这个真是一个 非常神奇的历程吧 对你来讲 一般的上班族 然后莫名其妙 被卷入到这个 家被拆 区段征收 然后可能又莫名其妙 或是某种姻缘机会 成了一个 在一个公开场合发言 然后又成了一个发言人 这个历程当然对你来讲 是一个非常短的时间 去做这样的一个改变 你的心情在当时有办法去调试吗 这一下子身份转到那么多 然后从一个默默无名的人 要被站在台上 你不会紧张吗 我超害怕的 我每一次出去都很紧张 我就会开始腹泻 我是一个很容易紧张的 会腹泻 会啊 一紧张就腹泻 那因为跟居民的情感非常的好 大家熟识之后 我只要看到他们 然后这边的大哥大姐 对我都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他们就很容易让我 就是把心静下来 放下来 他们都会很常跟我说 你静下来 你静下来没有关系 你静下来 就是他们会用很多的方式 让我整个静下来 然后有的人就讲一下话给我听 或者有人煮一些好吃的东西 然后跟大家坐在一起 谈天说地 就会让我的心情 不会这么的紧张 毕竟没有经验 完全没有摄影经验 所以一路走过来的部分 都是靠着大家情感的维系 可以走到现在 这蛮重要 他不是你一个人站在前面 而是有一群人跟你一起站在前面 然后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 不管是心理上面 或者是在某种这种精神上面 甚至可能是在一种情感上面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支持力量 不过回到一个现实的状况 其实我们知道在整个抗争的过程当中 大部分的人都看到的是一种 比较情绪激昂 然后都说我不要我反对 然后甚至某种会有一些冲突的面向 可是其实我知道 像我们所知道很多的抗争 他事实上是非常专业的 你必须要面对的是专业的官员 专业的专家 但是一个开发案到底要怎么做 甚至它会涉及到 整个社子岛规划 甚至有些人就说 你反对 你总是提出个方法来吧 那这个提出方法来之后 可能也是必须有专业 可是说实在的 你的背景是什么 你有这种开发的专业的背景吗 那你又是如何的去 充实你这方面的知识呢 我就是一般上班族 然后我的背景跟建筑啊 开发案完全都是完全不相关的 没有关系 一点都不相关 那其实在这当中 自救会的成员啊 我们有分老中青这样子 分的很多 那大家分工合作做得非常好 那我 他们必须要为我很多的治疗 那因为我们的成员里面 有对建筑啊 对开发案非常熟悉的一些年轻人 首先他们就会去找出 这个开发案哪里不合理 先找出环屏报告书不合理的地方 他们会提供我这些资料 然后我就必须去 很努力的去阅读 当我不会的时候 我可以请问他们 也可以请问老师他们 就是有很多专家学者 他们协助我们 然后我就可以请问他们 那是哪里 他们会说到我懂为之这样子 所以我就必须先首读这些书 然后不会的就是请教一下 多阅读 那就是主要也是 因为分工分的很细 年线的做了这么多的后勤 后制的准备 然后让我们在前面发言的时候 才可以就是说出内容的重点 哪里不合理的处 哪不合理的地方要说出来 那当然你说出不合理的地方 你不要的原因之外 你还要说出你要的部分 这个也都是 这就会大家讨论出来的 所以我们的架构答应是不要 然后哪里不好 不合理 那我要的是什么 但我常讲说 居民的诉求跟需求 市政府永远都当 都不当一回事 都没有在听的 但我们并不是 莫名其妙随便讲一些诉求 而是从以前到现在 居民从64年抗争到现在 今年都111年了 他们以前抗争到现在 为什么市政府都不要听居民的 对不对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 常常我们会觉得抗争者 好像都无理取闹啊 都是不要 其实但是抗争者 他常常会有很多的准备 其实我每次看到华平的 这个抗争或设斗抗争 都会想到我们在几年前 在民雄中正大学这边有一个护数运动 那也是由大学的师生跟乡民一起来 一起来组成一起来参与 然后那时候才发现 哇好多乡民真的好专业 就是护数与否 或是道路设计的专业知识 都不是大学老师提供的 而是乡民他自己提供 然后他们会去找标案 然后会去找这个相关的法规 然后会去说官员哪一句话 说啊这个为什么 可能会违反什么法 然后他说不会啊 实际上面是什么 甚至他们还会拿一些工具 去实际丈量那个路宽 就是那个都会让人家很感动的地方 就是一个抗争里面会看到 每个人这种所谓真正的群测群力 然后不要去小看 每一个这个乡民每一个力量 他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在这里面其实除了专业之外 我觉得还有一个蛮重要的地方 就是一个抗争 他必须是要有一个集体的力量 绝对不会是一个少数的精英 那这个集体力量 就会涉及到跟这个居民之间去进行沟通嘛 然后去进行了解 甚至去形成某种共识 因为即使是反对了一方 要怎么反对 或是要什么 恐怕也是不太相同的 那摄制导居民其实相对之下 可能年纪是比较大 或者是他的组成也会比较多元 怎么去跟这些居民去进行沟通 怎么去连接这些居民来愿意一起行动呢 我要讲一下就是摄制导它真的很特别 特别的部分就是说在过去老师你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在护述 可能要去连接很多的在地居民 因为大部分都是高楼大厦就是那样子的集合式住在居民彼此不收视嘛 但摄制导很特别的地方 我们这边的枕袍彼此收视 因为岛内很多人就是 摄制导有一句话叫做 就是很多人是岛内结婚有没有 除了亲戚 或者是不是亲戚之外就是姻亲 所以侃侃起来都是亲家就对了 好那所以说我们在组成或者是说服居民的部分来讲 它相对的比集合式住在的人们简单多了 比方说我们可能跟某一个聚落里面的起老也好 就是偷人也好 那我们知道它的诉求是跟我们比较贴近的 那跟他讲完之后 他又可以去聚集了其他聚落里面的人们 然后所以我们只要这就会成员要出去 就是请愿也好 然后透过这些人 我们就可以把他邀出来 就是请愿的人们 阿公阿嬷就可以集结在一起 所以我们相对是比较容易 因为彼此首次 就是有一些本来就存在的一些情感 对不对 一些连结 可是这些情感一些连结 但是怎么达到共识呢 就像我刚刚说的 有时候我们即使是反对 我们反对的点可能不同 我们有些虽然某些的主张 可是我们主张还是有些差异 但是我们对外可能要展现出某种的一致性 要不然你可能在抗生的过程当中 内部就会吵架 或者是有可能就会被人家分化 你们有遇到这样一个情形吗 或是遇到这种情况你们怎么办呢 其实像居民有一些 他就是完全不要改变 但是有一些他就是觉得说 他不反对发展 所以我们就必须怎么样把这个诉求 融合成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就像说我们不反对发展 你就把它解除禁建 远地改建的话 你跟居民讲说 我们就把建建人提掉 然后政府跟我们说 画了一个指定建筑线之外 那我们有了建筑线 政府说我们可以盖二层楼三层楼 那你有就可以整修整建这样子 那因为有些人他就说 我就不要盖啊 那这样可以啊 因为解除禁建的话 有钱起得大小 没想要起你就不要起 这样这个时候 他们就可以理解说 原来这个诉求是这样子的 他们就可以接受了 因为比方说 他说他不要叮当 他不要改叮 他都盖到惯息惯息 我会叮当 很多阿公阿玛他们的想法诉求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必须用更白话的部分 跟他讲这个诉求 他是这样子 那你指定建筑线画出来之后 你要盖就盖 不想盖就维持着这个聚落的原貌也好 这样子 所以他其实让居民 就是潜而易懂的了解之后就OK了 所以我们其实没有很大的那种沟通上面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有趣 这其实应该是政府要做的事情 其实是你们在做 而且他其实也就让你说他没有那么困难 有时候是我们怎么去表达 怎么去把大家的不同的想法 去做一些归纳整理 然后可能有一些小部分必须要妥协 但是他可能会得到一个比较大的共识嘛 对对对 我们会希望是说共存共融的部分 想要就是聚落保存的部分 就是你的财产你可以做主 但你不要帮我的财产来做主这件事情 我们就会说你要彼此就是互相征送 这样老实讲这样子 其实有些 有些居民他是可以沟通 虽然我们就是理念不合 那还可以沟通这样子 就是我们面对着这个不同理念的话 那这样讲我觉得也都还好 但是有些居民他就是他非常赞成开发 他看到我们他就是说 就是你们在这里乱啦 什么都让你们弄掉啦 你就是阻碍设置岛开发的都有 有居民当着我的面直接这样骂我 就在我们家门口这样骂我 我会觉得说这样子一个开发案 把居民的情感撕裂成这样子 台北市政府难道不应该要负责任吗 这是谁造成的对不对 这些在你门口直接骂你 或是对你不同的意见 当然我们知道民主社会 本来就会有不同意见 那有时候表达会比较激烈 这个大概都无口后非可以理解 可是成为一个你们自己的邻居 或是住在附近的人 面对这些可能是你的朋友 可能是你的邻居 他们会有这种反应 作为一个一起住在一起 住在这个地方可能几十年的人 那种感受是什么 会不会觉得很挫折 或者是很难过呢 我会觉得很难过 因为居民当中的情感 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但是难过的同时 又让我觉得很感动的一个部分 就像我刚提到居民在我们门口 叫嚣这一件事情 我就在我们自救会的群组里面说 某某某在我们家门口闹 我才一出去 这个一发出去 住在我旁边的居民 立刻走来我们家 问我什么事情了 然后住到比较远一点聚落的 立刻骑摩托车到我们家门口 问发生什么事情 我说没有事没有事了 他们已经回去了 就是没事就好了这样子 就是说会让我觉得难过的地方也有 感动的地方也有 就是大家很担心很怕我会发生什么危险 当我提出我需要协助的时候 他们会立刻出现 放下手边的工作立刻出现 这也是让我觉得非常感动的地方 因为他们不愿意让我受到任何一定点的伤害 我也真的很感谢四字岛的大哥大姐这样子 对的确我们看到在很多的抗争的过程当中 特别是在同一个地方 特别是土地征收 或者是对发展观念不一样的时候 或是有些落差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冲突 它常常是会发生的 怎么面对这个冲突 其实有时候是在 我觉得那个必须要很高度的EQ 以及能不能够就事论事 但这对很多来讲 它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后会过头来再请教这些滑评 就是我觉得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什么样的力量 支撑你愿意再继续走下去 虽然我们开始知道跟你的女儿是有关的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定遇到很多的挫折 例如说面临到官员 他可能说话不算话 或是官员可能会某种的官僚的气息 或者是刚刚谈到邻居之间的这种所谓的冲突 这些都是一件非常非常艰难的事情 特别是回到一个人的角色 人的角度来看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来请教滑评 顺泽岛开发案上午在台北市政府进行了环评审查 反对开发的居民在市府外洒名纸 抗议市府强势推动开发 但是支持开发的民众也呼吁不要再拖下去 经过三个小时的讨论 环评委员最后是决议案件审查通过 反开发的居民会后举行记者会 宣布要采取法律途径 撤销环评的结论 反对社子岛开发的居民将民旨大把大把洒往天空 自救会不满 北市府十九号举行社子岛环评审查 人不理会他们所提的替代方案 执意推动区段征收 因此把矛头指向台北市长柯文哲 市府另一侧则有支持 区段征收的社子岛居民高举部条 呼吁尽快通过审查 希望这一次就是台北市政府 最后一次的环评 然后赶快把安置的部分送到内政部 让我们这里安心 环评会上午九点半举行 三十四位民众登记旁听发言 最后环评委员会认定 相关计划与回复 得以预防及减轻对环境 造成的不良影响 案件通过审查 会后台北市地政局长张志祥 亲自向环评委员道谢 不过反对开发的在地军民与环团 集结市府外 再批评开发案无视反对意见 不顾关度地区洪灾风险 等等问题 他们要采取法律途径 撤销环评结论 此次审查 北市府出动大批警力 场外抗议居民被警察围住 通往会议室的出入口 都涉关卡 进行高规格维安 本案于106年进入二阶环评 共经历九次审查 北市地政局表示 环评过关后是开发案 能继续推进的重要关键 记者们陈昌回台北报导 欢迎再次回到 灿烂时光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周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影 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透过人物的专访 议题的整理 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一起了解到一些 争议性事件 背后我们要持续关注的议题 我们有Podcast频道 也有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也期待大家可以 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让我们可以做更多更好的报导 做更多更深入的人物的访问 今天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一起聊天的是 设置导致就会的发言人李华平 华平你好 老师好 大家好 我是设置导致就会发言人李华平 大家好 刚刚在上段节目当中 华平有跟我们谈到 他其实为什么会开始投入 到这样一个抗争 怎么从一个素人成为一个 自救会的发言人 也提到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 讲话的那样的一个经验 可是后来其实我们知道 这个公开场合讲话的经验 其实应该也会越来越多 那可能也会慢慢的习惯 我不知道现在还会有什么 腹泻的这样的一种恐慌恐惧 那但是除了公开场合讲话 讲话之外 其实在一个抗争当中 他常常就要面对官员 那我知道虽然我们是一个民主社会 可是在传统的台湾 或是传统的华人社会当中 对于做官这件事情 可能还是有某种的 有些人心里面还是存在了某种的敬畏 虽然他可能是我们选出来的 或是我们到了一个官府的时候 就是例如说市政府 或是公务机关 常常会被大的建筑物 就是哇这么大的建筑物 我到这里面的言行举止 好像有些人也会突然间拘谨的起来 不晓得这个华平第一次或者是你在这几次当中 跟市府官员这些碰面开会讨论 甚至在抗争的时候 你会害怕吗 你会紧张吗 你怎么去面对这些看起来是很有权威的人 其实每一次就是陈勤或者是说到市府开会 或者到会议室里面发言 都会让我觉得很紧张 一开始是会害怕 但后来是紧张 每一次发言都非常非常的紧张 毕竟你到那个会议室 你会发现所有的局处官员 就是冷冰冰的 毫无笑容 然后就坐在那边看着你 我们就要通过这案子了 你又要来说不的那种感觉 就让我觉得很有压力 你有压力然后也很紧张 因为最主要是我还 台湾的民族只有三分钟 我今天会议室发言 我的紧张来源除了这些局处官员之外 还有这个三分钟的时间限制 我必须在短短的时间内 讲完我要讲的话 所以都会很紧张 所以我很不喜欢说在那种场合 跟这些官员们见面 非常不喜欢 但有一次就是 因为是摄子岛的沟通都不是很好 所以后来就有派黄珊珊副市长 带着他下面的局处的官员 来到摄子岛跟我们见面 但他来到摄子岛的时候 我们倒不会觉得说有那一种压力 也不是觉得他非常亲民 绝对不是 而是因为说 这里毕竟是我们摄子岛的地盘 我想讲话我就可以讲话 那他也不能靠着强势的警力来 对我们做什么事情 因为毕竟在市府里面所有的会议都有 好几百人三四百人的警察 整个把我们团团的围出 好像我们就是做了坏事那种感觉 那实际上我们又没有做什么坏事 他却要动用这么多的强势警力 但相对的这些局处首长 他来到摄子岛的时候 是没有那些警力 所以就会让我们觉得 整个情境相对的是比较放松的 在空间或是那个场域当中 就比较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 对对对 场域让人家的压迫感很重 刚刚谈到市政府 不管是开会也好 或者是成情康也好 可能就会面临到很多的警察 那常常你们有时候 这个可能比较情绪高昂 或者是警察 有时候就会举牌 告诉你说 你已经要第一次警告等等之类的 你会害怕警察吗 因为你作为一个发言人 作为一个拿麦克风的人 常常就会是警察锁定的目标 不是吗 对警察他们就老是锁定我这样子 那但是实际上就是 面对警察的时候 我们的成员更害怕我被警察抓走 所以我们的成员会把我团团的围住 但是因为我面对警察的时候 第一个我也没有辱骂警察 第二个我也没有对警方做一些推及的动作 或者碰触的动作 所以警方他是没有权利把我 就是请出场外这样子 但是面对警察的话 我们势必的来讲的话 那种压力还是非常非常的大 因为看到警察我们就会觉得说 我们今天只是大概100多人来这边澄清 然后为什么市政府需要出动 三四百名的强制警力 优势警力来面对这个群众 会让我们觉得压迫感相对的很大 然后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们台湾是民主国家 可是到了市政府的时候 我们就会觉得 我们其实是警方治国的一个国家 尤其是台北市 因为我们常常去声援其他的团体 然后其他的自救会都会说 今天的警察好多 然后只要在我们自救会面前讲的话 我们都会跟他说 这个真的是小case 有机会你们来声援我们自救会 就是在台北市政府任何一个省议会 那个警力出源绝对是吓死大家的 在台湾的社会运动团体 或者所谓社会抗争 常常都会面临到一段孤单期 或者他一直就处在一种孤单期 我所谓孤单期就是 特别是在一开始的时候 没有太多的媒体会报导 也没有太多的团体会声援 摄子岛抗争 似乎一开始也是面临到这样的一种状况 当时你们怎么会紧张跟焦虑吗 就是说我们这么努力来抗争 然后也没有媒体来报导 然后看到有些像大浦 或是其他的这种抗争的事件 就有所谓的一方有烂八方难缘 可是一开始可能也没有八方来源 那个时候你们怎么去面对这些问题 会觉得孤单吗 会觉得无力吗 我们一开始自救会成立的时候 真的是很可怜 一开始就是成员设计了连续三场的 这个陈勤请愿会在市政府 每个礼拜一次 然后这个请愿会 我们就是带着我们的百年文化 比方说夜弄土地工 然后华龙舟 还有就是反财反场DP这一些 我们就带这些行动的部分 来去陈勤抗议 那我记得第一场就是在108年6月5号那一场 我们自救会就是带着华龙舟 来到市政府开请愿会记者会的时候 完全没有任何一个媒体来拍摄 但是当初就是我们有成员去发了这个彩通 但是他我们因为跟媒体一点都不熟 不知道发给哪些媒体 或者是说媒体他到底有收到 还是没有收到这件事情 我们并不知道 然后呢所以第一场第一个没有任何的 不管是专家学者或者是别的盟友啊 这就会成员来协助我们完全都没有 然后一直在第二场的时候 第二场的时候就慢慢游了 慢慢游那时候就是徐世荣教授 他到了现场 然后我就吓了一跳 怎么只有在脸书上见过的老师 然后突然出现在现场 然后老师那时候就说 稍后我可以发言吗 就是请问我可不可以发言这件事情 那因为老师讲我们 就是前几场的记者会 你要找专家学者或者什么议员什么 人家也不太鸟你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从徐顺老师开始 就是在我们记者会发言之后 然后陆陆续续比方说环境全保障基金会 他们也开始跟我们有一些些小小的接触 但是那个时候是小小的接触还没有很多 然后后来我们事后就是做 就是这三场情愿活动结束后 那我们这就会开会成员就是开会讨论嘛 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些做了这么多的情愿动作 媒体没有什么报道 然后这个时候又反破前手册出现了 这个是我们小孩去买的 他就跟我说 我们其实你可以先看一下阅读一下 彩通怎么写 新闻稿怎么写 就先阅读一下 然后这个组织的成员怎么样 就是先阅读一下 那阅读之后 就是也学习到了很多的经验 那这个时候 在后来就之后的记者会 然后就是姻缘记会 就是红香大姐 他们还有那个徐玉红姐姐 就是机场A7捷运的嘛 他们就来到现场说 你们这就会 就是跟我们先认识一下 那认识了一下了之后 我们曾经就讨论说 机场A7有一户留下来 那湾宝 红香大姐那边 他们是整个湾宝留下来 这样好了 我们这就会 因为成员也没有多久 连半年都不到 我们应该要去跟人家 这就会做一个情谊的动作 交流一下 一定要交流 然后所以呢 我们就安排了到湾宝 我们包了游览车后 整个团员这样子 大动作的下去 然后当天 包含了就是他们的里长 还有那会长 就很多的成员 来跟我们分享 在你生育过程当中 你会遇到哪一些状况 包含抹黑的状况 包含什么 人身攻击的状况 然后你要怎么样 跟政府官员 就是对谈 或者是怎么样 然后就是 从这当中的交流 我们自救会也学习到了 就是非常多 也包含跟市政府这边公文的往返这样子 因为以前我们其实 对这些要怎么样 把土地留下来 把市岛的聚落留下来 这件事情 我们想做 但不知道怎么做 但是就是从 跟各个自救会 交流之后 我们慢慢的学习 人家成功的经验嘛 因为要成功 就是要复制人家成功的经验 它就是一个捷径 所以我们目前也是还在学习当中 当然我们也希望说最后就是 不管怎么样 对狮子岛的未来都是好的 然后对居民的侵害影响 绝对是最好 然后大家可以往共存 共荣的方向发展下去 这样子 这蛮重要的 就是做不只是内部的团结 横向的连结 也都是一个非常重要 就是我们常常讲说 抗争就是一个连结跟团结的过程 这个团结跟团结 就是我们可以有更多的经验的分享 有很多相互生源的力量 当然除了这种团体跟团体之间的连结 或是内部的团结之外 其实怎么样把外界的力量能够引进 或者是对社子岛有更多的认识 也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 其实你们也办了一些 这些相关的活动 在地导览的活动 那为什么要办这些活动 是希望这些人怎么去认识社子岛 或者希望他们可以成为一份支持的力量吗 因为我在过去 我出来的时间比较晚 所以我就浏览了一下社子岛过去 为什么就是没有被外界知道 然后讯息一直都是很少的 那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认识社子岛每个聚落 然后认识很多的区民这样子 然后我就发现说 我跟成员讨论啊 我说我们社子岛这么多的优点 比方说我们从淡水河看社子岛 它是这么的美 然后比方说居民他会有很多的 像最近要杀你水 就是我们讲的清明节 居民他们要包 那个畜卡柜 这些大家聚集在一起包的这些事情 然后或者是 验弄土地公这些事情 或者是每个增涛来费的事情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些销售出去 然后让外界更了解 那这个时候比方说 有些学生他对社子岛有兴趣 或者是说环团 就是他们对社子岛有兴趣 那他们跟我们联络了之后 那我们就会想说 那我们怎么样让你更了解社子岛 社子岛的好 社子岛不好的地方 我们同时在外面看到 因为社子岛他确实有他不好的地方 比方说违规的沙石测这些 我们就是道路小条的地方 为什么这些拖板测他进入到社区 难道是政府不应该处理吗 我们会把这些不合理的地方 让外界知道 当然社子岛好的地方 比方说温馨的干妈店 比方说邻里聚在一起的聊天的空间 或者是说居住里面的人们 会集资在一起包肉种这些事情 我们会把他就是让这些事情让外界了解 就是有点像销售社子岛 把社子岛销售出去 那越来越多的人认识社子岛的时候 都觉得很不可思议 有的时候就会想说 他们的回馈就会说 也许是因为进现件之后 才可以把社子的导得好 社子岛的传统留得这么完整这么好 就像昨天有一些学生他们来参观 然后在还没参观之前呢 他们自己已经有来一趟了 但他们自己已经有一些些的想象 然后在经过我们跟他导览了之后 他们就爱上社子岛 甚至他们想要对社子岛的社区 做一些短期的设造 就是环境上面的规划 不管是放盆栽 还是用竹子来建构一些什么东西 就是改变它不一样 就是我们透过这样子的走读 导读的部分 可以让外界更喜欢这边 这个时候外界的力量 无限之中 他就会慢慢的进驻 他会问你说 你需要哪一方面的协助 我们可以来帮助你 所以会有越来越多的团体进来协助我们 这也是很感谢大家的部分 这也不只是一个 让外界来认识社子岛的过程 也是让自己去认识自己架上的过程 因为我们常常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反而会更在意自己曾经住过的地方 或现在所住过的地方 你才会发现 原来有这么多这么棒的东西 我从来没有发现过 这也就是一个 我觉得抗争其实是很重要的 它不见得是在反对什么而已 而是怎么样去把自己的美好找出来 把自己的传统找出来 把自己的力量找出来 那个常常是在一个抗争当中 它同时会去发展出来的一种状态 或者是一种收获吧 那当然我们一开始就知道 华平其实是一个树人 开始从事这样的一个社运的抗争 你本身也是一个上班族 那但是你同时也是太太 同时也是妈妈 然后同时也是这个媳妇 然后同时也是发言人 这么多孔的角色 然后你可能在家里面 家庭当中 女性又被认为说 家里有很多东西是 要负担更多的力量跟心力的 这么多的角色 你怎么嘎的过来 性别或是女性这样一种身份 对你来讲 会是一种从事抗争的一种压力吗 我觉得这个状况在社子岛蛮妙的 我想说 其实在家里有家庭成员的支持 然后很多事情 彼此都可以互相的cover 那倒是还好 然后如果说以女性的角度来讲的话 其实我也没有想过说 我生活在一个传统社区 属一个男尊女卑的一个 传统聚落里面 我可以出来就是 当大家的发言人这样子 那当发言人到现在 大家其实对我并没有任何异样的眼光 反而是对我也是蛮尊重的这样子 那我为什么说传统社区 在男尊女卑的状况 因为大家知道社子岛有两个 很重要很重要的文化 就是端午节八临尊 然后元宵节我们的弄托底公 那你看我们在迎神教的时候 那个女生绝对不能碰到神教 绝对不可以 因为女生碰到神教的话 可能跟教的勇士们 可能会怕发生不太好的一些状况 可能会烫伤 被鞭炮烫伤之类的 那比方说滑龙舟 这个时候滑龙舟 其实我身为女性 我也很想要上去滑龙舟 但是不行这个只能社区内的男生 他才能坐到龙舟上面滑龙舟 所以从这两个传统文化来看就知道说 我们其实社区还是男孙女卑这样子 很多事情女生不能做 但是发言人这件事情 社子岛的居民并没有说女生不能做 反而他们觉得 因为这过程当中我有想要退出 但是他们居民就是到我们家 就是说服我先生跟他讲说 那你太太都已经 就是陪着我们说的机场记者会 那他如果不出来 我们也不知道找谁 那可不可以请你太太 就是继续就是在帮我们 然后我先生他同意 他同意所以他必须要支持我 一直支持下去 就是当然家里的成员的支持 还有包含社子岛居民的认同跟支持 这个部分是非常的重要 我觉得这是一个 特别是很多的女性 她可能就面临到多重身份的压力 然后要兼顾内外 这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那我也常常在讲说 在参与社会那种参与抗争 除了这种刚刚谈到内部的团结 外部的联系 那还有一些大家的支持 家庭的支持之外 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 蛮重的心理素质要够强 就是那个面对各式各样的压力 要够强 但是因为为什么会这样说 因为他其实常常刚讲说 你会成为一个警察主要的目标 你也可能会成为一个反对者 一个主要的目标 所以当你站在让头上面的时候 各式各样的批评攻击 甚至可能是抹黑 全部都会跑出来 我们在网路上面也看到很多 对你的一些批评 甚至有一些谩骂的这种状况 但是当然从一个抗争的角度来讲 不同立场会顺性的方法都可以理解 可是一旦那个不是事实 或是对某种的人格上面的攻击 这个你是怎么去面对的呢 就是我刚刚讲说 这个心理素质要很强 要不然这个其实很容易就 这个就变成是一个剑靶 就倒下来了 哦真的 我想要讲的部分就是说 四字岛居民给我很大的安全感 不论我是在面对很多警察 可能群众 就比方说我们在开记者会 我们记者会的场地 被开发派占据的时候 然后两方人拿起冲突的时候 那成员们会给我很大很大的安全感 因为他们会把我团团围绕着 不让我发生任何一定的一个伤害 那第一个他们给我的伤 就是安全感之后 让我知道说我可以 就是很安全的把这件事情完成 这个是一个部分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面对网络上面的抹黑 这个抹黑真的是 这个是很多种 比方说像我们家族是有物有地嘛 那我们也没有什么工厂收租这件事情 但是网络上面总是会写说 我侵占人家的农地啊 盖工厂 然后每个月收租金40万 老师说如果我真的收租金40万 我干嘛出来当发言人啊 这个根本是逻辑不通的一个抹黑嘛 然后不然就是还有一些抹黑就说 我就是我们家就侵占人家土地什么 就是都全部都是乱写的 然后或者是对我做一些人身攻击 比方说能指名道姓的骂我 在网络上面骂我这样子 那其实看了这些真的是压力会非常非常的大 那有时候居民他也会截图给我说 啊在什么地方你又被留言说到什么 很不好的地方 我看到有时候还告诉你 对啊截图给我看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看到了以后 我就会气到手发抖 整个就是发抖不行 就很生气就想说这个社会怎么会有人可以凭空的捏造一些事实 然后对我们做一些抹黑的动作 然后就会气到不行 那那时候其实是很不能接受 那我也会跟成员讲这些状况 我现在面临的状况 最重要的是我把它说出来 我现在面对的是这些的状况 因为我觉得压力很大 那所有的压力都加注在我身上 那我也希望说成员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不是说我默默的把它吞下来忍下来 因为这毕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 这是社子导的事情嘛 好那当然成员知道了之后 首先他们就会先安慰我 叫我不要看的一些不好的留言 所以我基本上不会去浏览YT的那个留言那些之类的 我不会去看 因为成员叫我不要看 有什么的话 因为我们这边很多老人家不会上网啦 那有些人他会上网 那偶尔他们可能就是回个几折 然后到后来我们的成员也觉得说 把那些风言风语的 我们不需要跟他们的 就是不需要跟他们去反驳啦 我们的重心还是在今天这个开发案 怎么样做对社子导居民最有帮助 那当然居民就是会提供我很多心灵资讯 因为他们会鼓励我 然后安慰我 他们会通过很多种方式 有时候就是突然打电话给我说 我在你家门口啦 我亲手做的那个蛋黄书啊 赶快来拿 就是你会感受到说很多很多领居啊 成员对自己的关系 然后就会想说 其实这一些些不是事实的东西 我们也不用放在心里面 就不用往心里面去 所以也必须让自己排解这些压力 不然如果一只钻牛角尖 focus在那个点上面的话 我想这条路很难走下去啦 因为毕竟这条路它很辛苦 那也不是居民的家 也包含了我们的家 我们大家的家都必须被完整的保留下来 所以我们还是必须要坚持下去啦 当然不是我一个人坚持的 是居民要共同坚持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 但是能够坚持到现在 也代表着居民 大家都彼此的同心协定 在努力 为自己的家园做努力啦 嗯 我想就像你刚刚说 它就是一条很辛苦的路 它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 特别是一个素人 然后在这种 可能在一开始也没有任何的准备的状况 底下突然间来的一个浩劫 说你们家要被拆了 然后就被迫在很紧急的时候 就要上针 然后就一路走来 这个过程当中 不仅要面对官员警察专业知识 还要面临到各式各样的这种闲言闲语 或者是甚至是一种无中生有的批评 这些都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们也期待 我们当然不会说你要坚持的坚强的走下去 而不是这个好像就叫你去走 我们会期待有更多的人来去关心这个议题 就是当我们要去 不管你知不知识 但是了解都是一个最基本 最重要的事情 不管是了解议题 或是了解抗争者 你会知道每一个抗争者 他绝对不是那种无理取闹 他常常虽然看起来是为了他个人的这种生活 某种的 我常常讲说抗争是为了私利 可是为了私利也是很正常 因为人家莫名其妙被拆 当然是要为了这个保护 可是在为了私利的同时 他其实也是在为了公共利益 所以这是我们要一起来关心的一件事情 今天非常谢谢华评 来接受我们访问 让我们听到你的故事 也让我们有很多的收获 希望下次有机会 再跟你请教相关的问题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谢谢老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